作曲 唱 念 造 打 劇剧中 唱念做 打 首先演员要擁有這樣的條件 才可以成為一個成功的演員 唱 就是說你的聲線要好 要標準 不要走音 要合版有耳櫃 何聲容易叫 喀 叫你的長戲 其實是用一個最低音和最高音 去擴闊自己的空肺 練習當然通常是 你首先要練曲有一個能力 我記曲來說 我都會起一套新戲 我記整個月的 記了自己所有的資料 再記了別人的資料 為什麼呢 我們演戲是接別人的戒口 什麼叫戒口呢 就是每個演員的對白交替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會叫做talk show 等於talk show 會爆肚的 那爆肚是怎樣去迎合別人的爆肚呢 那你就要執生了 為什麼live這麼好做 就是臨場應變是很好玩的 做了 就是平時你的水就功 你和台步 走身形 做到一個身體語言出來 眼睛要跟著手去 回來 這個叫做良上 不論是一個兵仔 一個元帥 都要有這個基礎的處 也是最難學的基礎 很累的 這個位置很累的 不可以這樣對下去 晚就一陣跟著那個point去 比如去看哪裏 先有看到一朵花 然後看到你 打齊我們沒有搶 即是我們練功 要翻關斗 即是經師傅去練好基本功 當時初初入行的時候 就很辛苦了 股頭都走了 十幾歲 朝朝回去 給師傅把他的腳托到這裡 要朝天椅 先天的條件不是太好的話 就很痛苦了 是一殼眼淚 見到牆壁都害怕 不敢走下去 好像瘦型 但是痛苦過後 辛苦過後 原來剩下的 是自己的財產 除了台前那個 義劇知識之外 幕後那個 都是一個功勞 例如幕後的衣襲箱 布景 如何處理服裝 因為整個彭容的衣服 都是由兩三個人負責套 去穿 台前幕後 都是一個學習機會 我一個小時 仔細一點 我去看 最基本的 基本都是九個字 鬼龍望遠鏡來看你的 基本的 基本就是落錦底 燕製 日本歌舞劇 是 他們的舞台 我買了那些 腌脂是比較漂亮的 有些人不喜歡畫眼 有些人不喜歡畫眉 最好心的 為什麼最好心的 或者很多時候 要去吃飯 嘴不能弄花 那你 滑成嘴 吃東西 或者做完了 所以有些 其他事情 才補下眼睛 那就完美了 古裝的粉底 跟遲裝粉底有些分別 但在濕水 它就會一塊塊 真的很酸 可能 感受到粉底 是泡出來的 痕在裡面 不小心流下來 那種人不怕的 是泡出來的 是泡出來的 扯著的 臉 對 這出來的 很痛 吊上去的感覺 很可憐 皮膚都鬆了 這條水扇 神仙帶 什麼是神仙帶 就是皮拉上去 沒有皺紋 戴完保髮 頭髮 以前不准像膠紙 扯上去 會痛死人 膠紙又可以方方 不用那麼輕 最多成功是在下天 今晚的第一晚開羅 有六個大風相 所以每個都要穿膠片更重 沒有冷氣 是烏魯的 有冷氣都死了 為何要塗手粉呢 因為發完妝後 手會油雞 所以塗粉在手上 再配合 它跟發明一樣 有白和紅 好 整隻白和紅 手不漂亮 連衣 叫做 它不是厚不行 衣服夠高才能拿起衣服 要是做男生 髮男生 做女生不需要穿衣服 耳機改了 用竹籠 竹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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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算辛苦 我們覺得是值得的 為甚麼呢 因為有很多觀眾看 又要生 又要恨做 喜歡舞台 在舞台的活動能力 是很廣泛的 和自由度很大 例如錄影拍攝 拍劇 很多限制 或者位置 燈光等等要借位 我們在舞台上 沒有借位 大家對著看來做戲 很真的感覺 感動到觀眾 做我才能夠 令到他們大家共鳴 無悔今生 真是 不要入錯行 享受舞台